哈囉 大家好 我是NG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 傑西卡瓊斯這部影集 女主角傑西卡瓊斯擁有怪力及不太熟練 只會跳飛不太起來的超能力 不過她沒有當什麼超級英雄 跟其他英雄片不一樣 她是利用索學開了一間私人偵探社 某天她接到一筆巡人案件 有對倒霉父母的女兒倒霉女突然消失不見 他們去警局報案時 聽到有人說女主角很厲害 所以才來找她幫忙 女主角聽完後就接下委託開始四處調查 像是調查倒霉女的朋友 她的信用卡消費紀錄等等 可是女主角越查越不對勁 而當她將線索綜合起來後 就像嚇到一樣的 立刻衝去找倒霉父母問她們 到底是誰推薦她們來找自己的 倒霉父母則說 是一個有著口音的男子 女主角一聽就超級緊張的要她們快點逃跑 自己也立刻離開 跑去找她的電台主播姐姐 簡稱姐姐女幫忙 要她借自己一點錢逃跑 那原來事情是這樣的 女主角害怕的男子 是一名叫做齊爾格雷夫 擁有心靈控制超能力的人 只要聽到她說話就會被控制 簡稱變態王 以前女主角用自己的超能力救人時 剛好被路過的變態王看見 結果變態王就對她產生興趣 用超能力控制她 逼迫她做了很多自己不願意做的事情 可怕的是 當你被控制時還會有自我意識 但滿腦子都只會想著變態王的命令 想要去服從 也就是說被控制時發生的事情 你通通都會記得 一直到了某天 變態王命令女主角殺掉一個女人時 快受不了 內心根本不想這麼做的女主角 就好像超能力大爆發 終於讓她能抵抗心靈控制 並無視變態王的命令 靠近被打死的女人身邊 然後就在這時 一台酒駕公車剛好經過 撞到了她們 女主角才終於脫離控制 她還看著變態王死掉才離開 只是從此以後 女主角的內心也受到嚴重創傷 大部分的時間都要靠酒精麻痹自己 每天都提心吊膽 昏昏噩噩的過日子 現在變態王又突然出現 一定是當時她離開後 又發生了什麼事情 總之女主角就拿著姊姊女給的錢 打上計程車逃跑 不過逃到一半 她良心過意不去 不希望倒霉女和自己一樣悲慘 就改變主意決定去救人的 來到以前被控制時 跟變態王住的飯店 果然在這找到了被控制的倒霉女 喔對了 剛剛忘記講 變態王的控制時間 依照女主角的推斷 大約是12小時左右 所以她認為倒霉女 大概已經脫離控制了 將她還給倒霉父母 沒想到的是 倒霉女卻掏出槍來 蹦蹦蹦的把父母殺死 因為她其實還在被控制的狀態 這一刻 女主角就醒悟了 她不想再躲躲藏藏 讓更多悲劇發生 害更多人死掉 便下定決心要殺死變態王 接見女也為了替她出氣 在廣播中大罵變態王 結果聽到廣播的變態王 就生氣氣的控制一名警察 到她家去殺她 很可怕吧 這種超能力 就是會讓你無法再相信人 你永遠無法確定 接近你的人是真的朋友 還是被控制想殺你的傀儡 要是一個恐怖情人 或跟蹤狂有這種超能力 那還得了 幸好女主角及時趕到 兩三拳解決警察化解危機 同一時間 變態王流進女主角的偵探社 想偷看她的生活環境 還很巧的碰到一名 暗戀女主角的鄰居 所以變態王就控制鄰居自殺 之後回家休息的女主角 看見屍體後 認為變態王真的有夠變態 老是傷害身邊的人折磨自己 看來不反擊是不行的 於是女主角將計就計 帶著鄰居的屍體去警局報案 可是變態王也跑來警局 還控制所有警察準備自殺 藉此威脅女主角 不准搗蛋乖乖讓她玩 並告訴女主角說 其實我想要什麼都能用超能力得到 搞得人生很無趣 自從被車撞被你拋棄後 就覺得你很特別的愛上你了 所以當時我控制醫護人員治療自己 為的就是能回來找你 我認為擁有超能力的你 一定可以理解我 可是你都不聽話 不願意愛我服從我 還抵抗我的超能力 我才會對你做這些事 想讓你愛上我 總之我會繼續努力這麼做喔 說完後變態王就開開心心的離開了 那想殺她的女主角 怎麼可能放過她 便開始調查她的下落 但變態王也拼命阻撓 還有愛深恨的想殺掉女主角 像是當女主角到醫院調查時 變態王就控制所有醫生護士病人 一起追殺女主角 總之女主角歷經千辛萬苦 終於找到躲在港口的變態王 於是她就帶上想幫忙的姐姐女 一起前往 首先女主角先讓姐姐女 假扮成她的樣子 然後帶上耳機聽音樂 避免聽到變態王的聲音被操控 再去吸引她的注意 引出那些被控制的人確認狀況 自己再趁機跳出來攻擊變態王 雙方就蹦蹦蹦咻咻咻的打了起來 還一路你追我跑的來到碼頭 接著變態王又派出一堆 被她控制的工人自相殘殺 想吸引女主角的注意 趁她去救人時逃跑 但女主角不想再因為救幾個人 結果放走變態王害更多人死掉 所以就不管他們的 吱吱衝向變態王 嚇著她大喊一聲助手 這時 理應不受控制的女主角 竟然也停了下來 變態王一看 擔心她是在演戲 就先控制住耳機掉到地上的姊姊女 然後威脅女主角不要再出現 否則就讓姊姊女自殺 甚至還控制她搶穩自己 而女主角對這件事 卻不為所動毫不抵抗 只在一旁默默流淚 看見這一幕的變態王就非常震驚 認為自己的超能力又能控制女主角 因此她爽到不行的走到女主角身邊 要她下一個來看看做確認 不過這一切其實都是女主角的演技 目的當然是要騙變態王接近自己 再利用自己的超能怪力 直接扭斷她的脖子 讓一切結束 事後女主角因為殺人被抓 不過她的好朋友律師就跳出來幫忙辯護 啊因為這一次變態王控制的人太多 留下太多證據 律師就成功證明 變態王有心靈控制的超能力 讓女主角被無罪釋放 而這件事也讓心靈控制的話題廣為流傳 女主角甚至被新聞報導 民眾也將她當成打敗壞人的大英雄 開始打電話到她的偵探社 向她尋求協助 那之後變態王會不會又復活 繼續騷擾女主角呢 我也不知道 你就自己去看吧 看完後我就在想 說不定巷口早餐店的阿姨 也有心靈控制超能力啊 每次聽到她叫我帥哥時 都會想再多買一點啊